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体检机构推出的套餐缺乏个性化 还有一些高搭上的贵族是体检价格高得离谱 让体检业似乎偏离了健康管理的轨道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济南市民刘女士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 婆婆过生日刘女士准备给她办一张体检卡当作礼物 并特地找到当地一家专业体检中心进行咨询 当时去体检中心办卡的时候 接待人员只问我谁办卡 为了年龄和性别就让我看价目标选择合适的套餐 套餐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多元不等 检查的项目很多 咱不是专业人士也看不懂 在接待人员的推荐下 刘女士最后选择了一个净两千元的套餐 前台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给我推荐了这个套餐 说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权 只要再增加个肿瘤标志物检查就可以了 确定了体检套餐 刘女士很快办好了手续交了钱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份孝心礼物不仅没能让婆婆开心 反而成了一次尴尬的遭遇 其中有一项是妇科彩抄 我婆婆几年前做了一个大手术 子宫和附件都摘除了 当时办卡的时候也没人问既往病史 我也不懂这些项目都查什么 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给办了 婆婆回家说 这也不是多花冤枉钱吗 刘女士说 当时在体检中心的引导下 婆婆稀里糊涂地做了妇科必超 整个过程不过一两分钟 过后婆婆才反应过来跟刘女士抱怨 这项检查根本没必要 但因为是套餐又碍于面子 她们没有向体检中心提出部分退款 刘女士的这次不太愉快的体检经历 不少人在体检过程中都碰到过 一些地方的体检机构表面看起来非常专业 环境服务一流 但对体检者既往病史手术史 当前健康状况等情况却根本没有了解 我就觉得检查前应该询问一下 检查者的既往病史 或者他的家族病史 然后这些了解一下 因为如果把一大堆明目繁多 又非常会笑难懂的医学检查术语给我们看 采访中记者走访了多家体检机构 发现绝大部分的套餐项目 都只是简单地以被检者的性别划分 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 个性化体检项目几乎没有 在一家体检中心 记者以普通消费者身份进行咨询 客服人员推荐了价格不等的三款套餐 这是650 有1500的 这是男士 未婚女 已婚女 就是不分年龄段 就是分已婚和未婚 是这意思吗 当记者根据身体状况 比较哪一款套餐更适合时 工作人员干脆依据价格 向记者推销起来 我觉得1000的和1500的东西 就分那个 分价格 分价格 就是价格高的 肯定是项目多一些 两个项目能差的多少呢 比如说1000和1500 项目差的同样 有什么特色吗 这个时候1500的游戏量才差 别的就是 总流检测多一些 总流悬查 那么项目越多 价格越贵的体检套餐 就越好吗 又是否真的适合每个人呢 采访中 一些医生表示 常规体检对于 疾病早发现早治疗 却是有积极作用 但现在的问题是 很多体检机构的 套餐项目五花八门 有针对性的检查 却几乎没有 选择的很权或者说 很多而且选择一些 很贵重的一些 仪器设备 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应该 应该适度 不一定非要追求一种 特大特权 是吧 特高档的一些设备 其实有一些 比如说你想这种 派特CT 对可能一些中流的 发现有好处 但是你想未尝到 这种流的 你可能你做做 未经常经 你就完全可以发现 刘斌医生告诉记者 未经常经 包括CT 核磁共振等 都只是针对特定人群 或在一般体检中 发现有某些疾病 倾向的人的 进一步检查 普通体检者并不需要 作为医生 刘斌医生自己很少 接受那种 成套包装的体检 只是不定期地 检查一些具体项目 我对自己的选择 往往也是根据一些 我这个家庭的一些因素 我们家族 可能高血压病师 我可以选择 我要多测测血压 了解一下 我这个血管 有没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随时难受了 可能随时都可以做一些 针对性的一些检查 近些年来 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 为体检市场提供了巨大商机 截至2013年 国内体检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600亿元人民币 然而体检行业的快速发展 体检机构的急速膨胀 并没有带动相应的服务 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徐林中教授把体检机构和体检者的关系 定义为商家和顾客 他说现在市场上的体检机构 包括一些大型公立医院的体检中心 基本上都是按照商业化模式运作 当体检成为商品 可供选择的项目 从最初只有十几项 到现在达到一千多项 价格也从三四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但与之相比 可供体检者选择的个性化的方案 却少之又少 让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体检者 往往无所适从 此外 过度依赖仪器和化验也是目前体检中心 普遍存在的现象 实际上 医生80%到90%的诊断 都是通过病史和身体体征做出的 各种检测只不过是确定或否认 医生判断的一种工具 不能宣断夺主 这些体检服务呢 国度的依赖 机器 缺少人体交流和医患交流 如果说这个患者或者这个体检者呢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健康问题 比如说有什么症状 有什么体重 这样你会缺少跟医患之间的沟通 这样达不到拥有的体检目击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体检 究竟该怎样进行体检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体检项目呢 实际上 2014年5月 由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组织全国近百位专家 研讨编写的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 已经公布 其中 明确了必选和可选的体检项目 目的就是解决目前体检行业 面临的基本项目不统一 服务内容不规范 以及公众不知如何选择等问题 在实际操作中 专家建议要发挥医生的积极作用 在体检前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职业背景 家族病史等 有针对性的制定体检套餐 而不是让体检者盲目地 跟从他人的体检方案 或仅凭感觉任意筛选体检项目 体检者到专业医生那里去资讯 专业医生可以通过信任 解放器病师 生活方式 职业病师 职业师或者职业病师 它目前的增长于体检等等 通过这些可以 专业医生可以开出一个 有真理性的一个体检单 这样一个 开展一个真理性的体检服务 可能会效果更好 一流的环境 二流的人员 三流的服务 常被用来形容当下的一些体检机构 具体表现为体检前缺乏科学的讲解和个体化体检套餐的设计建议 体检中缺乏统一规范的专业化服务流程 体检后缺乏健康评估和跟踪管理 专家指出 中国的体检行业从最初的迅速发展面临着向科学体检的转型 而对于体检者而言 也要认识到体检套餐并非越复杂越好 越贵越好 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理智选择 日前 记者不断接到来自河南汝州 宝峰等地群众反映 称当地多个矿场因非法野蛮开采 目前已导致大量耕地被毁 道路阻断 房屋开裂 青山荒废 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 记者深入现场做了调查 赵沟村位于河南宝峰县西南部的观音堂林站 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山村 当地村民介绍 这里原本是一个青山环抱绿水绕村的幽静之处 可两年前 开矿的炮声和大货车的轰鸣声 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晚上老干都十了 白天是干一天 你要来检查一输了 还是你要开始检查了 他停 检查了还是一周他再开始 村民摧菜下说 自从这里开矿以后 大卡车天天过往不断 村子里成天是尘土飞扬 尤其是到了晚上 开山放炮的声音 总是吵得人们难以入睡 截至目前 近两年多时间 村里的两百多亩耕地 和上千亩的青山 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矿现在整个就占了面积 包括刚才说的几个队都算上 占了有多少 三百亩左右 原来这三百亩地是山地 还是坑地 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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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注意到 被开采的山体已是千沟万赫 满目疮痍 由于矿石堵塞 原先的河流发生了改道 眼下距离村庄 仅有二三十米远 一座小桥也被埋在矿石堆里 仅靠一只水泥管疏通流水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那你要是下个雨发个洪水 喝到不必冤枉的喝到 它要是冲上去 都是虚土 冲上去都影响住住这了 还有它这个坑要寸谁寸的多 把那个冲开了 我们抛都没法抛 村民张湛颖说 全村靠河岸居住的 有四十多户村民 由于河水的侵蚀 房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 为此村民多次找到矿上 但至今也没有说法 那就是一三年到一四年 我的房子开始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找过他那地方的老板 他来出了 出了后他说找找想 他说我派专家来 跟人再出准监 派专家监监 后来一直这六年 今年是一五年 整个一直到现在 没有来看过 记者离开暴风后 又分别来到了群众 反映较为强烈的 乳州市平顶山 惠元化学工业公司 车沟铝土矿 和乳州市中天木业有限公司 皮钩铁矿 据了解 平顶山惠元化学工业公司 车沟铝土矿 是一家年产十二万吨的企业 乳州市中天木业有限公司 皮钩铁矿 是一家年产五万吨的中型矿厂 群众反映 自从这两个矿进驻后 不仅毁掉了村边的几条道路 周围的青山 也被挖得面目全非 记者看到 平顶山惠元化学工业公司 车沟铝土矿的作业现场 距离车沟村只有几十米远 一辆辆运在十块的重型卡车呼啸而过 尘土漫天飞扬 透过陈辉旺去 整座青山已经是千疮百孔 草木不建 而在相距不远的乳州市中天木业 有限公司皮钩铁矿 由于作业面大肆扩张 矿坑已经挖到了 计调镇第一初级中学的背后 学校实生反映 由于噪音粉尘等污染 一天多名学生的上课 受到严重干扰 一直都有影响 最起码现在这个学校脏得很 就是稍有刮立风 那个这个过来的黄土 什么的也弄得满消炎都是 就这个情况 其次就是噪音 记者现场发现 皮钩铁矿距离基调镇第一初级中学 大概只有100多米 白天货运卡车往来不断 而到了夜间 轰轰隆隆的挖掘声 也是不绝于耳 夜间有时候 他们在的那个用那个什么 挖掘机是吧 在的那个打转那个声音 轰轰隆那个声音 比较超人 尤其是后边住的老师 比较影响比较大一点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矿产资源开采必须具备工商执照 采矿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环平证和土地证等相关手续 否则即为非法开采 记者调查了解到 上述中铝石板河东矿 车沟铝土矿和皮钩铁矿 这三家矿场 正照均不齐全 据宝峰县政府县长办公会议纪要显示 针对中铝石板河东矿 现在的开采行为 中铝平顶山矿已经出具文件 指出该公司 魏组织也为授权和委托 相关单位和个人 在石板河东矿区 进行采挖等作业活动 由此认定 石板河东矿区的采挖行为 是非法开采 对此 宝峰县国土 安监 水利 环保 观音堂林站等相关部门 都曾进行过监管 也向该矿多次下发过 处罚整改通知 但一直没有起到作用 我就想弄明白 谁该来管这些非法生产的人 那谁该来管 反正是我感觉 我进到我的职子 记者了解到 富有属地监管权的 宝峰县 观音堂林站安监办工作人员 在巡查中 发现石板河东矿区 丝挖乱彩 造成河道堵塞 道路损毁等问题时 先后五次 向石板河东矿下达了 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 但一道道处罚整改通知 没有挡住 该矿非法开采的脚步 我们想着 这个政府这一局 我们就是 走后日常的巡查 巡查掉以后 发现问题了 能制止了 制止住 因为没有制法权 制止不住了 给这个县政府报告 对于乳州市 车沟铝土矿 和皮沟铁矿 两家丝挖烂彩的现象 乳州市政府提供的材料显示 车沟铝土矿 采矿权权人 为平顶山市 会员化学工业公司 开采方式 为露天开采 但记者要求相关部门 出具该矿的土地证 和环平证时 国土部门有关人员表示 开矿不需要土地证 至于环平证的情况 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来伟 只向记者提供了一份 乳州市2003年建设项目 环平登记表 记者发现 车沟旅土矿环平报告 登记的时间是2003年 到目前已经长达12年之久 没有不办环平手续 而皮钩铁矿目前的状况是 只持有采矿许可证 并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和环平证等相关手续 对于这两家企业 撕挖滥彩 造成村庄道路损毁 埋下安全隐患和污染等问题 汝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种情况并不能由他们 一家负责 昨天那个安全部门 他说综合监管部门 政府曾经下午 关于情理针对和规范 考虑之类有个意见 这意见就像那种非法开采 无证开采 是由地方部门进行监管 由乡州政府进行监管 为杜绝隐患 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2015年8月6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就汝州市皮钩铁矿等 无证非法开采情况 专门下达了通知 要求汝州市人民政府 加大打击非法生产力度 遏制乱采乱挖违法行为 从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 和国家资源安全 截至记者发稿 宝峰和汝州市政府 发来消息称 目前两地政府已经牵头 成立了安监监察 国土环保林业水利等 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行动组 对非法矿山 开始开展 打非制为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同时 县监察局将根据各单位的工作职责 对旅行禁责情况 进行跟踪问校 严查违法违纪的行为 在西藏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 但是追寻着同样的梦想 不忙忙碌碌 不及其以求 不苟同潮流 他们用行动 直跟高原 架起与内地沟通的桥梁 用心血谱写着 西藏发展的壮丽画卷 这里是阿里 四千五百多米的 平均海拔高度 高于西藏大多数地区 因此 这里又被称为 世界乌己的乌己 作为世界上 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 这片广袤的土地 展示着常人难以忍受的 荒凉和艰苦 杂煤烧炉热水 从北京来到阿里地区 改则县的园葬干部刘京 开启了他一天的工作模式 虽然晚上还是不容易睡着 白天走路稍快 就会气喘吁吁 但他努力适应着 这里完全不同于 北京的高原生活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县城 我们经过这个园葬以后呢 这个县城从原来的一个 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村子 现在形成了一个 初步规模的一个城镇 改则县氧气含量 只有内地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 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1.8万人口 刘京说 一天里见到的野生动物 比人还多 刘京是中国移动公司 派驻的第七批原葬干部 从1999年开始 中国移动公司 从内地各省公司 派出100多名原葬干部 远离家乡奔赴西藏 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送到西藏 快速提升了西藏的通信发展实力 提高西藏偏远地区 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水平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通信网络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这个远程的医疗 远程的教学 以及我们这个村里面的孩子 和学校之间的一种互动 通过这个无线网络 将来未来的我们的四季的网络 做一个互动 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20年来 像刘金这样 深入西藏各地的原葬干部 和专业技术人员已经6000人 累计向西藏投入资金约260亿元 有效解决了限制西藏经济发展的 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瓶颈 给西藏带来了一批重要的民生制服项目 我们的一点点微小的付出 可以为寿原地带来很大的变化 甚至能够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的条件 改善他们的居住的条件 甚至是改变他们人生的轨迹 所以我们的一滴水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片海 所以这个事业是非常宏伟的一个事业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履知尽责 而且珍惜在西藏的每一天 西藏 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有高天阔地的山野 有信仰坚定的人们 所有的一切把一种归宿感 注入本事来去匆匆的过客心里 他们心甘情愿被西藏的壮美和神圣所俘获 杨欢便是其中的一位 2013年还在独大二的杨欢 被文成公主剧组选中 只身一人来到了西藏 其实对这个人物更深刻的理解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群演的这种口耳相传 让我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文成公主这部史诗剧运用了大唐歌舞和西藏地区 流传久远的藏舞藏戏佛号念唱等艺术形式 演绎了公元1300多年前 大唐公主离开繁华富庶的长安 长途跋涉来到拉萨 与松赞干部和亲的故事 杨欢是文成公主剧组唯一的汉族演员 从首演开始就担任文成公主的角色 杨欢说一开始并不顺利 共有五个文成公主来竞争 经过艰苦努力 她最终脱颖而出 由于演出任务繁重 杨欢每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爸爸妈妈多次劝说让她回老家工作 但可能作为妈妈 她可能就是想的比较多 她觉得我女儿又不缺吃又不缺穿 就是我女儿在成都那样的一个地方 也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啊 就你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拼死拼活地说 要演成什么什么样 她觉得很辛苦 杨欢说虽然也很想念爸爸妈妈 想念陕西的美食 就像文成公主里面的唱词 想念长安的繁华 想念水巷的秀美 但一踏上西藏这片热土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然后到现在来说的话 其实已经不辛苦了 就已经完全能够融入当地生活 而且跟这边的很多演员也成为了朋友 包括宋藏干部 陆东赞 还有我们的化妆师啊 杨欢说虽然来拉萨仅有两年的时间 但目睹了拉萨日新月异的发展 她的收入也比以前翻了一番 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身体健康 然后家庭和睦 然后也希望文成公主能够越搬越好 然后马上也西藏了五十大庆了 希望在这个大庆的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里 然后西藏人民能够开开心心 然后我们文成公主也会尽力为大庆这件事 添上一笔更美的色彩 在拉萨还有很多像杨欢一样 因为爱西藏而留在西藏的人们 正如杨欢所说 入藏之前西藏是一个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一个可以被任何一个远方代替的地方 入藏之后西藏却成为比故乡更亲的地方 与自己魂梦相牵 这种感觉就像爱情 她和她是一见钟情 四命中注定 让人愿意拿一辈子去相守 阿可丁面包店就是这样一对藏汉爱情的果实 来自贵州的汉族姑娘满心卫 是国内著名的现代首风琴演奏家 2006年藏力新年 受邀来到西藏参加西藏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出 而她的节目编导以及搭档 正是来自日喀泽江滋县的藏族小伙八次 两人在合作中渐渐产生情愫 经过一年多的异地恋后 满心卫毅毅然决定放弃北京的工作 来到拉萨 我们就说那干点什么 我就说好多人都不是说我们俩在一起不容易吗 挺甜蜜 我说那我们做个蛋糕吧 其实很简单 刚开始就是这样 说干就干 随后的三年里八次利用假期时间到成都外施学艺 2009年8月在拉萨开了第一家面包店 店名就用首风琴的英文发音阿可丁 起初的面包店和别家没有什么不同 由于位置偏僻生意也不好 满心卫建议要做出藏族人自己的特色 八次想到了清科 健康的食材 新颖的理念 阿可丁的甜品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店铺从门口罗雀逐渐变成门庭弱势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 八次又有了更多的想法 在妻子的鼓励下 她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牛粪面包 之所以取这个怪名字 并不是为了华中取宠 而是想让人们了解 牛粪对于藏族人的意义 以及它代表的健康的生活态度 这是阿可丁新开的分店 店面被布置成农庄的感觉 一如它的名字 天空牧场 这有很多那种蒙根文化的器具 我这不是说只是摆设而已 有它的介绍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然后在这的话 那个我们藏族的话 有很多文化 都是父辈留下来的 非常好的文化 满星未说 从当初的懵懵懂懂 到现在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阿可丁面包店 有条不紊的向前迈进 他们没有为阿可丁面包店 指定任何目标 只是每天任人真真完成 手头的事情就好 虽然过程很辛苦 但也收获着惊喜 收获着幸福 这些飘在西藏的外来者 既怀有西藏独特的精神魅力 又给这个地区的文化 增添了别样的风韵 他们说 天下没有远方 人间都是故乡 因为喜欢西藏而来到这里 千里迢迢离别父母妻儿 在雪域高原 博洒智慧 用自己的力量 为西藏的发展 天砖加瓦 好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